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还有更多内容 对于政府再度延续2020年更新莱纳斯关丹格宾西土厂营运执照所设下的条件 那如果莱纳斯方面他们不满意 他可能会把大马政府告上国际仲裁庭吗 一旦真的发生那政府会怕了他们吗 昨天我们提到莱纳斯的回应文告上不只是反向科医部长郑立康玩针对 还说我国政府设下必须在今年内撤出会产生除射废料的裂解与进取程序的这个条件 对莱纳斯是非常不公平的 特别是这与当初政府邀请莱纳斯过来注资设厂的那个条件根本是天差地别 那莱纳斯就扬言要上诉到底 昨天在装访科医部长郑立康的报道当中 部长他就特别提到 其实莱纳斯现在是很努力的在向多个部门游说 希望政府能够撤回更新执照的四大条件 所以在他早前宣布 莱纳斯必须在七月大线之前甩毒的同一天 贸工部长扎夫鲁 他却亲身造访西土厂 那这才会引起外界揣测 在这个事件上 内阁怎么立场好像不一致的这种观感 好了那政府最终有可能会悠转吗 莱纳斯西土厂在我国的命运会如何呢 可以部长郑立康受访时给出了三种可能性 有最好的情况最坏的结果 以及政府可能会给予莱纳斯的通融 如果莱纳斯在关丹革宾的西土厂要继续运作 那团结政府的立场很明确 营运执照可以获得延长三年 但条件是今年七月 必须将产生辐射废料的裂解与进取程序 撤出马来西亚 可以部长郑立康强调 那如果莱纳斯按照期限完成设下的条件 这将会是最完美的结局 最完美的就是澳洲的 但如果事情进展没那么顺利 那莱纳斯还需要一点时间 去完成建造他们在澳洲的工厂 郑立康表示 政府还是可以考虑给予通融 但政府的底线是 撤出裂解与进取程序的大线 必须是在今年2023年结束之前 然而如果莱纳斯对政府所设下 更新营运执照的条件依旧感到不满 要上诉到底 那最坏的结果可能就会是一拍两散 全面撤资 甚至也可能把政府带上国际仲裁庭 另外一个最糟糕的可能性 虽然他已经在做澳洲的 Priket Leasing了 但是他不喜欢马来西亚的政策 所以他完全撤资 那个可能是最坏的决定 然后他可能也把我们带去 所谓的法律制裁 那在专访当中呢 科医部长郑立康表明 政府的立场是很坚决的 莱纳斯如果要更新他们的营运执照 就必须符合政府所设下的四大条件 当中最标志性的就是 莱纳斯必须在7月之前 把会产生辐射性废料的裂解 与进取这个程序给撤出大马 对此刻一波让郑立康就强调说 虽然过去莱纳斯厂方那边 他们一直在辩称说 这个莱纳斯所产生的废料 辐射性其实很低 但无论莱纳斯的说法是什么 我们必须承认的是 莱纳斯所产生的辐射性废料 不管它的辐射性高低 终究还是在马来西亚这边处理 放进永久埋毒槽 但是这个埋毒槽 有它一定的承载限度 那如果我国这边呢 一直允许废料继续在我国生产 那废料就会不断的积累 那就必须在这里不断的去建造 这个埋毒槽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呢 政府就不能够再允许莱纳斯 把会产生辐射性废料的 裂解与进取程序 继续在我国进行 那现在政府的这项决定呢 就意味着说 7月份大限过了之后 莱纳斯就不能在我国生产 并且不断的积累辐射性废料 这对国家和人民而言 都有着正面的意义 不过郑利康他也坦言 就算莱纳斯同意政府 所列出的条件 但是政府还是必须要去处理 莱纳斯他们从2012年开始 到今年7月份之前 这一段期间所生产的毒废料 那这些毒废料呢 会永久性的落脚我国 这也是一个头痛疾首的问题